有朋友留言说想了解一下美国的流感 今天我们来超市看一看 打针还有反线 推个车 其实我啥也不买 我就过来打水来了 你看前面这个老人家 还穿个短裤 话说美国流感今年确实很严重 但是大家看超市里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这边是超市里的快餐区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没有人戴口罩 如果你戴一个口罩在超市里买东西 他们反而觉得你是有病的 不会认为你是在预防的 这里就是超市里面的药房 这个药房可以取药 取医生的处防药 也可以在这里打流感疫苗 如果你要打流感疫苗 你就需要在这个里面拿个单子填表 我刚刚问了一下收音员 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 当你打疫苗的费用就是42块9毛9 还是很贵的 有保险基本就是免费了 打个疫苗还是挺贵的 平时还是要做多多锻炼身体 不过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有保险 最后再加一句 美国的这次流感感染人群80%以上都是中老年人 还有婴幼儿 所以你看到大家并没有预防戴口罩 不过还是要加强身体锻炼 感谢了 感谢了